当后女演员郑智希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 通过一番调查 警方草草结案 直到死者生前 最后一封邮件被公开 大家都发现这其中另有隐情 根据邮件中的提示 众人知晓了娱乐圈的黑幕 事实上郑智希生前曾被迫接受身体交易 而参与这件事的人 大多数都是政界或上流人士 面对这般情景 民众们要求渗入调查这桩案件 迫于群众的压力 法院之号重新审理此案 与此同时 记者李朝昊收到了匿名信 根据信中的讲述 他得知了娱乐公司代表 车正贺对郑智希的各种压榨行为 为了自己的利益 车正贺多次要求郑智希进行身体交易 而导演崔哲秀及新闻会长 玄成峰则揭示交易的对象 将此事上报法庭后 李朝昊作为证人出席 除此之外 车正贺等人也坐下被告席上 随着案件的重新审理 郑智希生前的痛苦被众人知晓 在此之前 郑智希只是一名新人 为了有更好的发展 他与公司签下了几不公平的合约 影响完全把控他 车正贺要求其取悦那些上流人士 如果不同意 那么他就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众人心中百般不甘 但郑智希还是被迫接受 凭借自己的身体 他换来了一些角色的出演 可即便如此 车正贺还是对他没有半分怜悯 当导演要求拍摄不雅戏时 他遭到了他人的强心占有 面对这般情景 他只能绝望地服从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他渴望能早日摆脱 当自己付出一切 还始终无法大红大紫时 他以便便向那些上流人士 强调自己的名字 但无奈的是 对方不但没有理会 还变态地虐待了他 经历了以上的这些事 郑智希一度想要解约 并知晓他无力支付违约金 车正贺一次威胁 人想到自己被他人视为玩物 郑智希的内心彻底崩溃 将那些占有过自己的人 一一写进日记本后 他就此选择了自杀 可无奈的是 事到如今日记本都没有被找到 得知了他生前的惨事后 李长浩不断地寻找证据 在见到了与郑智希相识的人后 他试图从对方的口中 得到一些线索 可是对此对方却一再保留 辗转找到了当警察的朋友 李长浩换来的却是对方的拒绝 除此之外 他工作室的电脑都被他人砸毁 虽然意识到案件得棘手 但出于心中正义 他还是渴望还郑智希一个公道 与此同时 本庄案件的检察官 也迎来了辩方律师的为难 由于被权势所左右 案件迟迟没有新的进展 就连其他证人都临时更改证词 直到女演员高多林出现后 案件终于迎来了转机 在此之前 高多林因过于惶恐 故而迟迟不愿出庭 当心中的愧疚与自责越来越深时 他决定不再违背自己的良心 由于目睹过郑智希的被迫交易 他将此时全权告知法官 正方此时 李长浩也收到了日记本 事实上日记本 一直都在郑智希的主手手中 只因其害怕得最高官 或许是被李长浩等人所动摇 故而他才会将其交出 眼看着一切就要公之于众 李长浩等人期待着最终的审判 但令他们失望的却是法官被收买 在权势的庇护下 车正贺等人最终是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 而郑智希的悲惨事件 也就此被封存 全市的黑暗面总是难以想象 希望所有的冤案都可以早日成冤得选